接茬关注不幸患上了恶性脑肿瘤的七岁田林女孩刘孟涵 咱们第一次说到她呢我记得还是在13天前 那时候那个小孟涵呢已经住进了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的圣经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躺在病床上几乎全天都处于昏迷状态 爸爸妈妈没说的一直守在病房外面 虽然说先后签了四份病危通知书 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一周以前我们再次关注了小孟涵的消息 可是那会儿呢她的病情却一再反复 自主呼吸消失 孟涵的爸爸刘彬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第一次的哭了 其实这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的坚强乐观已经打动了很多人了 也包括辽宁南岚在内的各界安心人士都给小孟涵捐了款 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 而昨天记者又去看小孟涵了 这一次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没错小孟涵的爸爸呢一看到记者就很激动的说呢 孩子可以自主呼吸了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 昨天记者再次见到了刘彬彬 这次刘爸爸笑了 好多了 昨天和前天都喘气 最起码自己能有喘气的 总体状况还是就是比较平稳的往上走 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情况下 应该没问题 刘彬彬的手机里记录着女孩每天的状态 哪怕是很微小的进步 她都能感觉得到 雖然每天只能通过病房外的监视器看一眼女孩 但她坚持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录了下来 让医护人员帮忙放给女儿听 现在小孟寒的自主呼吸已经从前几天的完全没有恢复到每分钟十到二十下 头部的炎症也全都消失了 她相信女孩一定是感觉到了她的力量 一直在放循环放 我还有那个一些我就跟她讲一些就是社会上 我说这么多叔叔阿姨呼唤你 我说你赶紧起来 你就不能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说真没让他们失望 昨天又有一家爱心企业通过森氏慈善总会 找到刘彬彬一家为小孟寒捐款 希望帮助她缓解后续治疗的经济压力 这就是表达一点心意吧 只能说尽一下微波之力 对孩子治疗起一个那个作用 一点点作用 像我们前两年开展的互描写动 这两年做的这个贝雷行动 是主要针对这个小孩这一块的 看看下一步他有需求的话 我们将在这个项目上 再帮他寻找一些这样的机会 能解决一些就解决一些 减轻他们的负担 刘彬彬说 虽然现在医生还没有告诉他 小孟寒还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多久 但他相信坚持就会有希望 是啊 这个我们也希望能够自主呼吸 只是康复路上的第一步 未来呢也许好多的事 在等着大伙的慢慢的帮助 对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也注意到了 就是爸爸刘彬彬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始终是穿着西装的 因为刘彬彬说女儿特别喜欢看他穿西装 他也希望当女儿睁开眼睛看到他的时候 可以看到爸爸穿西装的样子 爸爸刘彬彬来到沈阳打工 打了三年 从铁脸到沈阳一共撒了二十万块钱 可是由于这个孟寒的病 把这些积蓄就完全的花光了 对吧 当然这个爸爸说了 哪怕我一辈子都打工 哪怕能把孩子的病治好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对感情上在经受着煎熬 经济上也在经受着考验 我们希望小女孩可以跟爸爸一样 都可以一样的坚强起来 如果说第十季前的 你想要帮一帮他们 帮他们共同来度过难关的话 请记好他们的电话 记好了爸爸的电话号码是 15712336665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祝福孟寒吧 有了大家伙的帮助 有了爸爸的关心 孟寒变成了一个幸运的孩子 好